每天早上六点半开始训练 上午九点到下午两点之间上课 午休后四点钟再训练 这就是乒乓国手李思韵 中学时期就读体校时的时间表 体校也会根据学生出国训练 或比赛的日期调整课程时间表 之后再安排补习或是通过网络上课 体校对体育和学习都非常的重视 我们所学的科目都是和普通学校都是一样的 只是说在体校那时候我的班就大概十一十二个人 所以那个老师可以很专注地帮助我们 此外学校也有辅导员协助运动员 规划升学计划和退役后的实验发展 在现有体制下李思韵通过了直通车计划 直接进入共和理工学院 就读体育与休闲管理课程 并即将以接近满分的优役成绩毕业 体谈人士指出 体校的这套学制是结合了中西方的最佳实践经验 具有很大的伸缩性 适合本地以学业为重的学习文化 然而家长对孩子课业上的期许 以及其他名校也积极争取体育表现杰出的学生暴赌 使得体校在招生时压力大 最终还让国家流失了不少有钱制的运动员 小一到小六打乒乓的人非常多 非常寄居 可以说我们已经很接近其他乒乓强国的那种水平 不过到了中学的时候我们就流失了很多好的球员 因为他们球打得好 很多名校都会真的来录取他们 由于名校并非专科体校 因此多数时候很难给予运动员灵活的课程安排 另外一些年轻运动员则因为课业繁重 最终放弃了体育 李美花因此建议减少体校学生所需修读的科目 以减低他们的压力 可能要依据学生自己以后想从事的这个事业 可能选读一些比较适合他们的科目班 为了让运动员没有后果之忧 退役后依然有升学机会 几校需要同更多高等学府密切合作 体育学院则认为 我国应该学习美国和澳大利亚 提倡体育俱乐部文化 从小培养一种归属感 并维系一种延续性 体谈人士还指出 本地的著名学府都已有优主的历史 相对的体校只开办了十年 相信还需要更长的时间累积经验 并且交出好成绩 以争取家长对体校的信心 新传媒新闻记者 庄清宁报道